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欢迎来到新华社红色追寻直播第四季的直播现场 我是大家的全程主播之一 许丹瑞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带大家去到七座城市 一共有九场直播 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直播间哦 哎 我看到了 用心的网友已经发现我今天的穿着是一个蓝色的上衣 一条黑色的裙子 没错 这个就是大概一百年前女学生们的校服 而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就是上海 今天上海 阳光明媚 嗯 机智的你应该已经猜到我们这一期的直播主题是什么了 就是它 时间回到1920年的上海 据当时有人回忆那一年的上海的春天 其实来的有点晚 甚至有点飘雪 而那个时候 新青年的编辑部 已经从北方南下到了上海 那么现在话不多说 就跟我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过来过来 我先敲敲门 有人回应了 走吧 咱们一起进去吧 哈喽 嗨 月老师 南云 南云 你好 你好 南云 你好 你好 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南云 大家好 我是新华社的主播胡南云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月亮老师 那么到这儿 我们这三个人就正式的成团出道了 就是我们今天是来到上海 我们众所周知在上海其实有非常多的石库门 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红色遗迹都是隐藏在这些石库门当中的 对 比如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石库门 其实看似普通 但是一点都不平凡 为什么 我们说这里曾经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杂志 新青年杂志的半山地 也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地 所以我们说这个石库门真可谓是大阴影一世 太棒了 那今天我们是在新青年的编辑部 为了让大家和我们更好的一起逛一逛这里 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 就是我们的讲解员周璐小姐姐 欢迎周璐姐姐 欢迎周璐 那我们边走边说吧 各位里面请 来 老师请 来 欢迎大家来到老鱼羊里二号 在这一栋石库门的建筑里 一百多年前居住着一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就是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陈独秀先生 1920年的陈独秀来到了上海 入住了环龙路老鱼羊里的二号 也是在这一年共产国际的代表维京司机 以及七年时期的毛泽东 他们都曾到此地来拜访陈独秀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步入我们新青年编辑部 好 那在这里我就想问一下月老师了 就是当时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初衷呢 就陈独秀当时我们说 他在这里创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 才三十多岁 我想可能他他都想象不到 就是这个杂志就一本杂志 他在后来会集结了那么多 中国的先进的知识青年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 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 而且是开启了一个觉醒时代的到来 大家快看 那时候也震惊了 这里有好多新青年杂志 这些就是新青年杂志的一个全套影印版本 它是1945年人民出版社有出版的 我还重新影印 重新影印的 我发现它这个封面都是一样的 但是据我所知 其实新青年的封面还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 没错 各位可以随我到我们前面的展厅 在展厅当中 我们就展示了我们新青年杂志的不同封面的版本 好 我们看一看 这边请 好 哇 好多封面 这么多 我看到这一幅好像有点特别 它是一个地球 然后两只手握在一起 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吗 没错 这个呢就是我们新青年改版之后呢 它的一个全新的封面 让我们岳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好 我们看这个小国观察的比较细致 就是新青年杂志 我们看它是第八卷第一号 就是说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 那么新青年杂志它推出了一个专栏 叫做俄罗斯研究专栏 就从这期开始 实际上新青年杂志已经成为党的机关理论刊物了 我们看它这个中间是一个汇了一个地球 然后从东西两个半球各伸出一只手 就是手握在一起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民要和十月革命后的苏尔人民 仅仅的团结在一起 同时呢也暗示那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这是我们根据后来这个编辑那个共产党月刊的 《矛断先生》的回忆 他做出的那个解释 我还观察到这里有一句外语 大家快看 其实我们看都看出来了 这是一句法语 对 没错 但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让网友朋友们猜一下 好吗 大家快看这里还有 这是一个堂椅吗 没错 这个是我们根据历史去还原的 在当时这个堂椅还有一个小典故呢 就我们看到这还写了一个会客谈话15分钟为限 对 他这个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呢 是我们后面写上去的 但是也是根据历史去还原的 在当时呢 因为陈独秀先生来到上海之后 就吸引了大批的有志青年 大家呢 也会追心 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爱豆就是陈独秀先生 顶流 这是当时的 没错 来的人太多了之后呢 那怎么办呢 每个人都想跟自己的爱豆亲密接触 由此呢 就在这里就写上了 每个人的每一场谈话都只有15分钟 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非常的珍贵 对 那么就是你说老师 就是当时那么多的 就是年轻人这么喜欢星期年 那么当时他们是如何才能订阅到星期年 这样的一本杂志呢 这个问题问的好 在当时呢 我们星期年 其实是主要就是面向我们的党员 以及呢 我们的工人阶级去推荐的 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 我们的党组织就已经规定了 在此类的杂志 主要就是面向我刚才说的这个群体 但是呢 如果说有其他的 尤其是我们党外人士 想要订阅呢 主要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呢 就是要先去找到我们的党组织 然后呢 要联系 或者是加入我们党组织 再通过我们的党织部 然后去订阅 订阅之后呢 才能拿到我们的手上 大概是这几个 那么就是订阅的方式那么多 那请问一下 为什么当时青年人会那么热爱这本杂志呢 约老师 它这个有几个原因啊 我说第一个呢 就是说它这个新青年杂志 它的两大旗帜 我们都知道 民主科学 就是大家习惯 对 就影响和赛先生 那么他在这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上 他提倡是男女朋友的自由恋爱 让我们说这有助于当时的年轻人摆脱那种旧文化旧道德对他们的束缚 太棒了 那我看这里是会客区 那有没有他的办公区呢 问题问得好 我们现在到二楼 我们是寻找二楼 好 我们一起出发来 我们这边请 好 我们的石库门建筑呢 它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 这梯还挺斗的 在这个楼梯还挺斩 我都 谢谢 大家注意安全 慢慢走 我们侧身上楼呢 可能会比较稳 咱们这个楼梯是当时的建筑吗 我们是修旧如旧还原了 它当时的一个石库门建筑的一个特色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楼梯是非常窄 而且非常陡的 很有历史感 对 大家侧身上 哇 好窄 我看到了 看到了 这里是卧室是吗 没错 没错 欢迎大家来到二楼 在这里呢 就是陈独秀先生的卧室了 当时呢 除了陈独秀先生曾经在此居住 李达的人也都一度在这里居住的 我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游戏 快快快 看这里呢 我来游戏玩家 我来体验一下 我们现在你先选了历史人物 选一个人物是吧 对 这个很帅 那我就来选一个这个 对 点击开始拍照 然后 就 对 我们 站在这边太高了 稍微蹲一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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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 你看我这站在陈东秀的后边 我真是他的一个小粉丝 在这里是陈东秀先生居住和休息的地方 在隔壁就是他的办公室了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边请 大家可以看阳光已经照进来了 这个是他书桌是吗 没错 这里就是他的办公桌 这阳光真好 在这里我们还有一副油画 也是非常具有典故的 让我们岳老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对 这里就是 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场地了 1920年 陈东秀把新青年的编辑部 从北京搬回到了上海 那么这个时候新青年杂志 他就成为了党的机关里面刊物 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诞生 准备了思想条件 这张油画 他是1920年6月 当时的陈独秀 那么召集了我们看从右边 这是施存统 李汉俊 李秀松 还有陈公培 那么在这里成立了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我们把它叫做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这个李汉俊后来成为了 中共一大代表 那么当时他们还起草了一个党的纲领 关于这个党叫什么名字呢 陈独秀是征求了李大昭的意见 然后李大昭同志 就主张就定名为共产党 大家快看 这里是一些游客留言吗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的留言墙 自从我们老羽羊里2号对外开放了之后呢 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到这里来进行打卡 那么也是瞻仰我们从前的革命历史名记 哇 我感觉有一些留言非常的好 要不我们念两句 对 比如说这个 大家快看 追谷我们铭记英雄 向前我们不断奋进 百年鱼羊里我们正青春 跟我们正青春 百年正青春 然后我们看这儿 这儿有一个我觉得真的太有诗意了 写的太好了 鱼羊里是一道光 是坦荡如底 是无所畏惧 这个非常很好 这顺情确实不错 水平真是太高了 那我们到这儿 就是我们刚参观的这一圈都是老鱼羊里 没错 那么是不是与老相对的 它会有一个新的鱼羊里呢 没错 接下来呢 就让我带大家一起去我们新鱼羊里6号 再去看一看 它在那里发生了什么故事 在这里我还要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 我们去新鱼羊里有一段路程 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在此之间 我们会给大家播放我们最新出炉的MV 请大家欣赏 然后一定不要走开 我们现在去新鱼羊里了 好 待会见 不要走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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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你是百年前最受欢迎的潮牌杂志 但最开始每期只有大概一千份的发行量 那时也会有一个小型的发行量 虽然你是百年前最受欢迎的潮牌杂志 那时也会有一个小型的潮牌杂志 是由新式标点 开始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有了百年后 有了百年后依然响亮如初的句子 依青春之我 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之国家 有一份热 发一份光 就令烟火一斑 也可以在黑夜里发一点光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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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2007年进入我们中国一大会址的 开始在从事中共创建时研究 后来几年之后 一次偶尔的机会 我调到藏品管理部门 那么从事藏品保管工作 有快十年了 不妨是我们藏品管理部门 重要的一个工作场所 那么我们这边实际上文物分为三大类 一般是食物类的文献 还有一个是照片类的 还有一个就是纸质类的文献 一般来主要是重要的展览 我们进行文物提供 文物整理 控制浪宣言 确实因为1920年 特别是1920年8月版和9月版 特别的珍贵 在全国是非常的少见的 一般我们这种珍贵的文献 我们以少触碰为原则 定期的时候我们有可能 一个月左右 一两个月左右 我们也来查看一下它的状态 里面有一个高气密进的层橱柜 那么我们要把里面的数据导出来 特别是它的温室度监测的情况导出来看看 它是不是正常 如果发现异常的话 我们及时的对里面的那个调试剂 做出用处理更换 那个调试剂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如果用开柜子 开的少的话 它一般也是半年左右更换一次就可以 但是如果开的频繁的话 可能就是两三个月才要换一次 那么一般情况下像这种防虫那种纸 我们一般是半年左右换一次 那么有时候 那么我们为了有效地保护这两个版本 我们制作了那个纺织剑 那么平时展览的时候 因为在展厅里面 它光照时间特别长 而且那个气体外界的环境 对它影响障碍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除了短时间的展触之后 我们就用复制剑把它替换出来 那么这个主要是用来保护它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纲理性文件 而在我面前展规中展现的这两本小册子 就是我管珍藏的正管之宝 管藏国家一级文物 1920年8月份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权译本 在上海正式出版问世 当年手版封面是红色这个版本 印刷了一千册无数而空 但是我们仔细看 当年的标题被错印成了共党宣言 因为印错了这么一个字成为了错版 所以为了纠正这个错误 20年9月份又再版了一千册 为了变异区分 封面就改为蓝色 一红一蓝 就是我管珍藏的重要文物 而对那个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 为他们树立共产主义信仰 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来了 大家快看 现在到哪里了 就请中路小姐姐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欢迎大家来到新云洋里六号 新云洋六号呢 它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就职的所在地 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一起到我们的纪念馆里面 去看一看我们在21世纪 我们新青年都是怎么样进行我们的革命工作的 各位请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就职纪念馆 在这种百年石库门的建筑里呢 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个第一 今天呢 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这三个第一 走吧 没错 一个人都多年轻 我们的展馆呢 主要是集中二楼 青春跨越百年 梦想点亮未来 没错 我们现在二楼的主题展馆呢 主要呢 就是为各位来宾去介绍我们青年团的一些历史 在这边呢 我们有一个展品非常有意义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的展柜当中呢 展示的是余秀松的日记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日记当中呢 它是用英文来标注时间的 看到了吗 对 没错 他是1920年7月10号 余秀松的日记 在这篇日记当中呢 他就记录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记载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日记当中啊 他还写了一些话也是非常感人的 大家看一看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认一认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 对 他说我希望科技发达之后 人工越用的越来越少 他希望就是等于说是 他是希望就是我们科技发展之后 那么人工就少了 都去用机器 那么他当时呢也是怀着这种感情 但是你看他在下面他又说了 我今天呢在前堂在 是在哪一段 在在这下面 大家认一下 他的这个字呢有 对 不是特别好认 就是说呢 他今天呢又看到这个 江上的游船是汽船 他又感觉到快乐一点了 又快乐 当时呢他也是非常忧国忧民的 这个是原件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影印版 是1920年8月版的共产党宣言 对我们再继续往前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后呢 陈独秀呢就委派了 当时组内最年轻的成员余秀松 由他出面 和其他的七名七年共同组建了 中国的第一个青年团组织 也就是我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成立的时间呢是1920年的8月22日 成立的地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 新渔阳里6号 当时他是在辖飞路上 现在呢这条路已经改名了 就是我们淮海中路 5676号 这两张照片呢 就是当时我们 新渔阳里的一个位置示意图 和渔阳里的一个建筑设计图 我还有建筑设计图 对它是一个老式的石库门房子 这种房子的这个结构呢是非常有利于隐藏当时的这个革命活动的 展规中展示的呢就是余秀松他亲笔撰写的青年团筹备基金启示 这个字写的非常漂亮 对是一首非常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字非常漂亮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团的早期的8名团员 也是最早的8名团员 首先就是我们余秀松 余秀松呢他是浙江朱继人 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者 同时呢他还是我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展规中的展品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都是他用过的这些 没错这张照片呢就是余秀松他青年时期的一个影像 那旁边呢就是他写给家人的信 用过的鼻筒正直戴过的眼镜都非常的珍贵 大家可以看到余秀松呢他青年时期非常的帅 对这一席风衣 而且非常年轻 对他家庭条件也非常好的 所以在当时呢能够投身革命 而且去感受劳苦大众的一个这种艰辛 然后他他之前呢就是在日记当中也说过了 他的志愿就是成为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南西北人 这个大衣呢也是他生前穿过的 他是一个俄式的一个军大衣 哇这个是真的大衣吗 对这个大衣呢还有我们展规中刚才展示过的 他曾经用过的这些呢都是由他的夫人安智杰捐赠我管的 非常的珍贵 原件 没错是原件 对对对对 非常非常的帅气 石村统 石村统 对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八名青年呢 他们呢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呢他们的照片 都是颜值很高啊 石村统当时很年轻 我们看他是1899年出生 这位标准的90后 90后 他是石村统当时在日本 后来呢因为在日本就没有参加了中共一大 他有一个儿子我们非常熟悉 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乐奖 石光男 石光男 在希望的田野上 没错 怎么样来两句会不会 那我就给大家献手了 好来来来两句 真的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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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的家乡 在希望的田野上 看完了 专业了 大家来看 我们在这边呢还有一位有志青年 他呢是我们八位发起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位了 没错 他是浙江上瑜人 也是90后 30岁就 对非常可惜 但是你别看啊 他在当时呢是非常年轻的 但是 他的革命之心非常的坚定 我们在这边展出的呢就是他写给家人的信 我们可以认一认 哇我觉得这段话真的 你看他写给大哥的这个 我绝无生路不死于病 而死于敌人之手 大丈夫生而不立 死又何兮 先烈之血 主义之花 但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母亲 希望你带我尽责抚养母亲 我绝不愿跪着生 情愿立着死 这句话的出出原来是这儿出来的 感动 非常非常的感人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八位发起人呢 还有袁振英 沈玄卢 金家凤 李汉俊 陈旺道 施存同 再往前呢 大家都好年轻 对对对对 他们当时呢 非常非常的年轻有位 我们在这边的油画呢 是我们外国语学社的青年人 外国语学 他们也是从我们新元里6号 踏上了革命之旅 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再多介绍一点 好 培育栋梁干部学校 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 外国语学社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建立之后呢 为了更好的掩盖革命活动 就在我们新元里6号 创办了一所以学习外国语为主的学校 刚才我们岳老师也提到了 杨明斋 他呢在当时是作为校长 民国日报上呢 还刊登了我们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 大家可以仔细的看看 这则报纸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上面写的很多东西 你看什么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个报纸还是有非常多的故事啊 好我们接下来往里走 于秀松呢当时是作为我们校长的秘书 主管的教务工作团务工作 中共一大的代表 李达教授日语 李汉俊教授法语 袁振英呢是教授英文 你说我真的 你看就不同的人都能教不同的语言 真的是 而且都是青年才俊 没错 我们还有维京司机的夫人 也在我们这里任教 她呢主要是教授俄语 在这张照片里大家可以找一找 她在哪里 我看这张照片里非常多的外国人 对 我们来 猜一猜在哪里 这是小 左一位 左一位 就是这一位 这一位就是 没错 后来呢我们的学员越来越多了以后 学校又聘请了王源林来教授俄语 这两张照片是我们根据学员的回忆 还原了当时外国语学社的情况 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去我们外国语学社的旧址 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外国语学社 可以可以 对 在当时呢我们的办学条件其实非常艰苦的 等一下我们去到6号 你们能够充分的感受一下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艰苦的办学条件之下 我们外国语学社呢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青年 在这边的玻璃展板上 我们就展示了曾经在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肖像图 那么外国语学社实际上也就是青年团 就是共青团的机关所在地 这个学员来到这里他不仅学习这个外面 他还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没错 没错 后来很多学员都成为了共青团的第一批成员 那么还有很多学员呢就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去了 回来之后都成为党和团的一些重要的骨感 没错 叶老师说的非常对 这应该是到莫斯科的就是路线 对 到了1921年呢 我们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先后呢有二三十人 分了三批去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继续进修 这路程真的是长途跋涉 对 他们当时是从上海出发 坐船来到了日本的长崎 再在这里呢再转船来到海滨城市海参崴 这里呢他们就稍作停留进行修整 然后再转成老式的蒸汽式动力火车抵达莫斯科 横跨了整个西伯利亚地区 全长9000多公里 大家可以猜一猜 这大概有多久 对 我也很好奇这件事情 岳老师肯定知道答案 你们俩猜一猜 对不对三四个月了 哇 猜得好准呀 是吗 真的 太厉害了 岳老师 他这么一个路线走下来 基本至少要三个多月了 非常辛苦 其实这个他们不仅要坐轮船 还要坐火车 没错 非常艰辛 非常艰辛 我们的这个学员呢 就为了纪念这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那么他们还撰写了一部书 就是我们展规中展示的赤鹅游记 赤鹅游记 对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这个外国语学社的学员 情报谱 1925年 25年写的 毛泽东曾经还说过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可以燎原 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之后呢 很快就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 寄发了团章和信件 那么在当时的北京 天津 武汉 广州 长沙等地 就相继建团了 到了1921年的3月呢 全国各地团组织的蓬勃发展基础之上 在上海就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于秀松任书记 团中央的机关呢 依然是设在我们新余阳里6号 到了同年的8月 那么这个张泰雷从国外留学归来之后 就担负起了恢复和整顿团的工作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这边的展板上 大家还可以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支远在欧洲的青年团组织 也应运而生 这都是周恩来 对 岳老师为我们解答解答 其实我们看 这个邓小平 他是1904年出生 然后他1920年失业 就到法国亲公子 16岁 对 非常小 00后 00后 非常年轻 一个00后 当时就远赴重阳 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对 没错 像当时 除了战小平有很多年轻的 雷明后 90后 他们远赦重阳到异国他乡 学习 没错 就是学到西方的先进的真理 然后回来呢 救国救国 我看到周恩来也是20年去的欧洲的情工学区 当时就是由他和赵世言他们的积极筹备之下 那么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郊区小广场上 召开会议之后就成立了我们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但实际上它的本质是一个青年的团组织 所以在第二年它就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 旅欧之部 好 我们再往这边转 我们视线转到这边 我看到医生先去告 对 我们在这边还有一幅油画 它就是显示的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1922年5月5日这一天 在广州的东元就召开了我们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全国有25位代表参会 这幅油画就是还原了当时参会的代表 对 没错 站着这一位就是会议的主持张泰雷 那你看旁边的是谁 你们肯定认识的 陈独秀 没错 那么在这25位代表当中 我们就推选了5名执行委员 其中就有石存统 他是被推选为我们团一大的书记 然后还有张泰雷 高军宇 蔡和森 余秀松 他们当时都是非常年轻的 我又看到石存统 对 没错 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 对的 我们团一大顺利召开 他也就预示着我们的青年团在党的引领之下 我们就步入了一个崭新的一个篇章 那么在这个阶段上 我们的青年团也向前跨了一大步 接下来我们可以到二楼的我们的一个展厅里 它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网红打卡地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看 我们从这边走 小心台阶 在这里我们刚才有 我跟大家有说过这句话 就是青春跨越百年 梦想点亮未来 那么它也是习总书记对我们当代青年人的一个期许 除此之外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楼梯间 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展品 它也是我管的特色展品之一 就是我们头上的水晶吊灯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水晶吊灯 对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团棋 那么中间的五角星象征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外围的圆圈 就象征着广大青年要紧密围绕在党的中间 对 其实这一路走下来说实话感触还挺多的 你看看就是都是那个时候的90后甚至00后都是青年才俊 然后大家都远赴重阳 这次换你了 好的 这次换你了 其实我们的这次换你了 好的 这次换你了 好的 其实我现在已经穿了一招了 回到历史现场 我们可以换你了 其实我们俩其实已经挺挺像那个里边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稍微往后 对对对对 你是不是要在这里 呃稍微往后一点 哦 对好 在这里 点击拍照 好我们看镜头 太棒了 我们在这里呢 再点击保存照片 哎呦 然后选择衣服 有个你 非常好 非常好 第二个吧 这个好 对这个 然后呢点击生成海报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 用微信扫一扫 然后它就能够发到我们的手机上 挺好看 可能有一点反光 有一点反光 但是还是不错 这个发型我非常喜欢 成绩电一下 我可以试一试 没错没错 试一下吧 我也来试一下 行行行行 再来一次 男生 我是男生 来来我也来 对我们站在 好针对镜头 看镜头 好 我给你点击拍照 好 我给你点击拍照 一 四 三 二 一 拍摄成 保存照片 保存照片 哎呦 这装饰就跟我是一模一样的 你还点个这个 换一个吧 来一个这个 好的 生成海报 生成海报中 几周等 这么慢 哈哈 可能我的脸太难读了 哈哈 有可能有的时候可能 呃 对 他的这个APP呢 可能需要识别 哦 稍等一下 要不你再找一次 我感觉 他还要生成一张 我的脸看来是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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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个 百年之前 在五四时期 我们拿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形象 也是非常的青春活力 好想穿越回那个时代 我听到外面好像有朗朗的读书声 是吗 我们现在出去找一找 行 要不咱去看一下 走 走这边 在我们这个老式的石库门建筑里啊 它的这个呢都是弯弯绕绕的 那么这个是符合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 我们在进行革命工作的时候呢 也是非常有利于隐藏的 各位往前走 我们也想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建筑 对 没错 这就是上海的一个典型的弄堂石库门 对 大家现在看到的呢就是 外国语学社 外国语学社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 没错 这呢就是我们外国语学社的旧职业 也就是余阳里六号 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找的 里边已经有学生在里边坐着了 让我们一起听一下 同学们好 哎 好 同学们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太帅气了 真的 好轻松活泼 好轻松活泼 再介绍一下 给大家 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许丹瑞 然后是这次的主播之一 我是主播胡纳云 多有指教 大家好 我是主播之三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叶亮老师 老师 老师好 老师好 大家是在学习共产党业 是 说到共产党这年 我又想献丑一段了 你可以说来 可以来一段 大家都是外国语学社的 我对外国语呢 就不在这儿献丑了 那我就来一段中文呢 中文呢 可以可以 没问题 来吧 那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游荡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 哎呀 在这里呢 我有点卡壳了 有没有同学想要帮我 神圣的为了 哎 神圣的为了 神圣的为了 太好了 那我呢 也献丑一段 给大家朗诵一段 英文版的共产党先言 好 太棒了 我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专业的张小雅 哇 这个英语水田太棒 太标准 太标准 发音太棒了 太巧了 我也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好巧 是上海 那么我给大家来 让我送一段 法语版的共产党宣言 好 Anspect Ans de l'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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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长王道先生当时在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就主要借鉴了我们日文的版本 比如说下面这个怪物的这个词的翻译 一古の怪物がユーロッパを発火している すなわち共産主義の怪物である 古いユーロッパのアラユーク権力は この怪物を断致するために新生同盟を結んでいる ローマ法王もサールもメッテル偽造も偽造も フランスの旧信号もドイツの探偵も 来来一切の社会の歴史は海空道具の歴史である はい以上です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すご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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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 好有趣事 这我有一个有一个问题想请开一下 岳老师就是在当时啊 我们知道陈旺道在翻译这个共产党宣言的时候 是借鉴的这个日语版 那么为什么当时会借鉴日语这样的一个版本呢 日本它是二十世纪初最早传播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国家精英 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从日本传入的 像我们党的早期领袖 李大昭、陈珠秀都存在日本 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会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哦是吗 我们知道这个外国医学士 很多学员毕业之后都到苏联 俄语 俄语肯定是 有俄语 有 哦 有 哇 这太蛇 这太蛇 太有味道了 这俄语词我听不懂 但是 听这普通话 那是不是 啊 香港人 我是被发现了 啊 你看我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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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半个广东人 那你是就是来 为什么会想到来上海这边来读书呢 来上学呢 其实因为我本来对俄罗斯这国家 比较感兴趣 很喜欢它的文化 比如说它的舞蹈啊 还有音乐这样 哦 那你毕业之后 有没有想过 就是要 留在我们的上海 还是留在哪 哦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可以留在上海工作 或者就是去 一带一路里面发展 哦 太棒了 太棒了 哎 那么刚刚我们都说这个 呃 我们知道这个共产党训言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 那么我相信 在场一定有 德语版吗 德语版 也真有 我就是来自上海外国一家 德语系的学生 正巧呢 我也读过德语原版的共产党训言 正常你也会德语版 大家刚才听的也可都是翻译版的 大家想想听一下 德语原版的共产党训言 是 是 I don't say she's a idol. A villain goes in Europe, the villain of communism. All the forces of the old Europe have been warned by this villain to a holy star Petsja which this villa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star, Mettenich and Guizot, Franaza Mr.Darkle and German Policists. The history of all theует life of society isthe history of class kids. Thank you. 这一段是来自于共产党宣言开头的那一部分 不过共产党宣言更为我们所熟知的是它结尾的那一句 全世界无产主义联合起来 你们想不想知道这句话的德语原文是什么样的 要不咱学一下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一起学习一下怎么样 好来 咱们慢慢的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就五个单词 前两个单词是 是所有国家 也就是无产主义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 第二句是联合起来 好我们把它整句话连起来说一遍 Proletaria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Vereinigt euch